跟国子间两个服务器的阵容报名信息 以及携带战神数量的一个情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紫金城这三把阴阵 我觉得开的 他应该是知道 就是他的对面来说的话 都会猜就是说 稳着打 就是开把阴去克龙 因为最稳的阵就是龙阵 没错 他就我就开把阴去克龙 我没记错的话 上一场还是大大克队 014了 猜对了 那这至于紫金城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他到底会选择上一个尸陀 还是上大堂 对吧 他之前好像都是 今天淘汰赛好像一直上的都是一个尸陀 还没有上过这个大堂 但是其他服务器基本上来说 都是一个女儿村的国标大堂女榜物流 那他紫金城会不会在半决赛 碰到了强服国子间 会不会说反正尸陀影先不上 还是继续上回一个大堂 去跟你抢一个物理医素来打 还真的是 看一下紫金城的指挥怎么去想吧 我觉得紫金城这边来说的话 可能猜对战方唱尸陀的几率会很大 所以他这把来说的话 可能即便上了大堂 也可能不会去 刻意开把鸟钻去抢速度 所以我们要排除鸟打鸟的一个正法 可能性 对 然后国子剑这边的话 他毕竟有一个尸陀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他有一个魔王 因为目前来说的话 本届武神城当中说实话 还是你没有见到其他的法系 对没有见到其他的法系 还是以女拔木为主 那至于魔王会不会在本场比赛登场 其实也是值得期待的一点 上魔王的话一定是龙镇的 对上上魔王的话是龙镇 龙镇的可能性已经是非常的大了 但重点就在于紫金城很喜欢开鹰 这样会导致国子剑可能不太敢开龙 那如果你魔王不开龙 你开个 开什么 虎 开虎其实有点 其实如果魔王不占龙山就没有梦想 真的是一个没有梦想的魔王 没有梦想了 所以说其实双方开阵的话 从阵容上面来猜 有点难猜 对 然后的话 唯一可能说不开鸟阵 不开鸟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鸟打鸟 那同样的话 其实这两个服务器 有一个重点就在于 怎么说呢 双方如果说是尸陀岭的国标 我觉得重点就在于 整场比赛在双方运气的问题了 因为你上尸陀岭 宝宝不神 亲宝宝的效率就非常的快 对 亲舌一个连换机 也是看他神还是不神 对吧 基本上都是这个节奏 因为尸陀岭现在点爪印 经脉的一个尸陀岭是比较少的 基本上都是尸陀青宝宝的一个节奏 而且点那套经脉给宝宝的加成也会登多一点 对吧 如果说像什么上一届 紫荫神是会选择带一个化身寺的情况下的话 那些宝宝就很恐怖了 对吧 正常那种壁类的宝宝突然多了一个四五百伤 那打出去就很差 基本上多了一套宝宝装备 没错 对 所以说其实在阵容上面的话 看一下双方指挥怎么选择吧 之前紫荫神会一直选择上的是一个物理系上的是一个尸陀 那在本场比赛里面 我觉得啊 大唐应该要上了 我觉得大唐应该会上了 对 大唐上了整场比赛他才好打一点 因为说实话 紫荫神碰到郭子健 双方这么强的两个服务器 他们想要 肯定都希望进入到今晚的一个决赛 那双方肯定都会做更多的心思在一个速度上面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我说了不可能牛打牛 真的牛打牛 有点打脸了啊 对对对 但是我们看到对上方这个名字物理系还是一个尸陀 两边都尸陀 又扎操和这个双雄的冲刺 没错 那这样的话 有点打脸啊 先承认打脸 我们再来解说这场比赛 从开场的话 双方都是选择上了一个尸陀里 然后都是 应该都是女儿孙的一个国标流啊 还没有看到他的这个门派的其他情况 这个国标应该是确定了 这样来说的话 我觉得 尸陀的速度物理上面没有大唐和大唐之间的速度抢了那么的一个那个必要 必要 对 国之剑这个尸陀应该是必然的 但只是紫荆成这一首继续上尸陀有点没让人想到 如果 其实说实话 对战方紫荆成这样比赛如果上的是一个大唐的话我觉得是个大转的一个节奏 要对战方吗 对 对战方 我觉得他其实对战方的硬件现在来说的话应该是要优于观战方一点点 应该是要优于观战方一点点 现在来说的话就看他这个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运气运气开眼直接连 先轻一条 其实简单的理解先轻一条蛇对先轻一条蛇对战方女儿生这个回合是点着女帮不进行的一个三票对 哎宁致先抢还是抢异速物理的异速物理的异速我觉得尸陀的物理的异速不是特别的重要 应该考虑一下要不要考虑先把辅助的速度怎么说呢 可能这么说吧 如果说尸陀领的一个连环机没有办法把对战方的尸陀领带走的话 对 那这个异速的确不是太重要 不是太重要 但如果说万一可以点死或者说你是半选情况下被点死的话 那其实还是挺亏的 对 还是有稍微的没点必要要抢一下 嗯 这只对战方的二号宝宝 相信很多爱看直播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只二号宝宝是一只龙魂对 加蓄迷的宝宝 很 看一下战方女儿村要不要 很黄 很黄 啊没错 这个直接还是要先灵制 两边来说的话 你抢了以后 那我也开始抢 相互凝制 对 啊 关键对战 关键应该是方寸的 方寸 对 不然对战方宝宝应该不会去打 现在要看的一个问题就是啊 没有了 女王墓这边已经出了宝宝 双坏魔已经成型了 嗯 啊 关键这边来说的话 还是有利皮宝宝 现在来说的话 打 现在打PK 我们带宝宝一般来说分两种 一般 第一种是双壁垒 双利皮 一种是撕利破 撕利破 然后一女拔木的那种 常规卡学虫 没错 哇 这个对战方 拼宝宝的效率非常的快 我们刚刚 我们记错的话 施托领带的那个法房的童子 6800被清掉 呃 因为施托领你刚刚不是说到吗 施托领本身有经脉对于宝宝的一个加强 嗯 对 然后他们的一个现在紫金层和这个火紫剑这些 也是带动 呃 大家尽量去加高输出宝宝加点的一个 两个服务器 所以他们的宝宝在输出上面确实是很恐怖 感觉要点杀了啊 嗯 金轻小爽 但小爽没中 催眠 方寸这个门派来说的话 一定要把催眠打出来 嗯 怪战方这边的一个女王木还是蛮耐的 因为施托是 施托这个门派这一次被加强以后 伤害确实是很爆炸 嗯 一千多开刀 这个点杀应该能点死 只看女王木那一爆 只是小爽没中 肯定是对方女王木先出手 哇 关战方先出手 关战方先出手 对一直是关战方这边拿出的 嗜血之鸡 但先切 到了 我觉得对战方这把亏 没有小爽 是吧 没用小爽 对 而且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啊 对方女王木在有两个化魔情况下 还没有速度优势 他点了另外一个经脉咯 你说无相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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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是 因为我刚刚的判断就是 因为他有两个化魔在场上 额外多了10%的 速度 而且大家开的是凭震 嗯 这个情况下 基本上是对方方应该是速度先出手的 但是 他经脉问题 因为 现在女王木大家都知道 换魔的伤害跟自己法伤有关 然后他另外一个无相经脉 能好像增加80点法伤 还是蛮蛮关键的 这样的话 呃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首先 紫荫城 开场来说 他们在轻宝宝的效率上是非常的高的 哎 呃 水清宝 水清 宝分身 直接加王梁 嗯 啊 关键方这边来说的话 呃 地府跟普陀应该都有水清 其实 我觉得点女拔木这个门派来说的话 不是很赚 因为女拔木有一个门派被动 呃 有几率减少自己的一个负面 负面状态 对 我觉得 即便中了很很高的恐怖之气 也不是很赚 嗯 他该起来的时候也很快就会起来 利皮 双方 利皮都有 伤害很高 这两边的这种 你看壁磊这种宝宝伤害太高了 特别是对面的地府跟普陀 的两只宝宝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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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伤害一般来说都在2500以上 宝宝的物理伤害 再配合司驼这一个门派的 呃 经脉加强 主要是 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之前可能 三个利皮宝宝才能把一个 蛇打残 对 但我现在三个利皮 你要么省 要么飞 要么飞 就这么简单 对 以前可能三个利皮打完 还得有一个壁垒宝宝 再跟一下 不跟 这个蛇是基本上不会走的 对 还要输出一回合 第二回合普陀一波来 没错 很尴尬 那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 光楼方这边 吕巴木之前被 点倒在地 但是加了亡两 追魂之后 继续站起来 看一下 再出一只宝宝 对方我估计 现在先不点了 先轻一下 对方现在要想办法 这个说 囤一波罗汉 这回合你主要不接 那下回合一定要接 双坏魔成型以后 这个伤害 还是 很奇怪的 如果说 一旦打出比较高 我们的 哇 这把队放了 一旦打出比较高的伤害 能受不了的 小索王 关在方这边 是一波点杀了 失魂的 中了 宝宝 有了 有了有了 没卡大金 卡的是一个伤药 他怕对方应该有死亡 把防虫打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他大金没卡 那他待会儿 炙火流离吗 炙火流离也可以 因为两边的一个 物理的硬件 已经是伤害溢出了 已经伤害溢出 就没有必要 就是说不一定 万一还有那个 他自己的宝宝 那只吸吹鬼 可能也比他速度快 卡个大金 也可以 先卡商药 再卡大金 也可以 卡了 卡了 这个大金 无相 无相 有点尴尬 不是 有点尴尬的问题 我在想 怪难方这边 有没有利破宝宝去跟 他这边 我刚刚有看到 是 有两只利劈 去 肯定是去 去换魔 对不对 这个不可能说 利劈去打 对 吸吹鬼卡了大金了 对 他剩下两只 剩下两只 哇 还有一只 对 吃头领的宝宝 只有吃头领的宝宝了 这把很关键 归宿 高连历破吗 人姐 怕关南方这边 黄泉之息 直接抓 没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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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一只 吃了一个提气的药 先笑 你不想让他破血出来 嗯 哦 双笑 两把笑 野兽笑掉了 这把应该是 没有起野兽吧 我们刚刚切进来 应该是 关南方这边是起了野兽 对象方是还没起的 嗯 这两把笑里笑得太耿直了 货源伞 啊 这边 关南方这边还是比较稳啊 关南方这边发现 对象方有利皮丑 有罗汉 他不想把两只 幻魔全部曝光出来 第一压缩了自己 幻魔的生存空间 第二 有罗汉 我也打不出伤害 我就先稳一手 先起个指 特性药来说的话 这一连 我觉得这一连很多指挥 应该没什么研究 嗯 那下一连来说的话 呃 因为有一有一连 复战的一个经验了以后 他应该就会说 多多去研究一下 这个特性药 怎么去带 怎么去用 嗯 那从目前 情况来看的话 最上方这个回合 是可以选择来一波点杀的 耶 我点不了 他试驼没有变身 没有破血 他上马被双效力 哦对双效力 哦对双效力 对 忘记了这个双效力了 耶 他我突然想想破血 呃 嗜血是吧 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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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是对那方 这一波可能要防怪 那方这波得杀了 封印 关那方这边普陀 是肯定没有愤怒的 就看方寸有没有 如果地府挂小屎王的话 只能方寸去 只能方寸进行 光辉再补一下给你吧 啊 水清 水清女拔木 怕被点 方寸罗汉 这样来说对对方的女拔木 这一把应该是要继续吃吗 宝宝反打自己 让自己变身出来 啊对面的物理 我们现在应该是有速度啊 刚才一人临着 哇 一人临着了一把 哇 双幻魔 啊对方先照一下 要照一只牛出来 压宝宝了 这个时候就压宝宝了 不想不想把女拔木宝宝尽快的消亡掉 啊 其实主要是因为他的宝宝也吃不掉 是个公宝宝 吃了会比较伤 比较比较 没有法宝那么那么猛 没有那么猛对 这场比赛就如你所说的 我觉得看谁的幻魔神了 看谁的幻魔神 谁都能神 我感觉优势就会很大 哇 那这每下打过去三千多三千多 一个幻魔 多一点的话就一万一 少一点的话就九千多 三个三四个一根残血 师托再去平A一下 叠个漫天 没了 双方 师托领在这场比赛里面 开场之后是没有选择任何的去做刷漫天的操作的 我们先看这个回合 对方方应该是要点了 对方 穿的一把金青 对方这把点杀我感觉还是真的是很聪明的 但是没有点 因为观战方这边方寸刚罗汉过 他没有顺势而为 一定没有顺势而为 所以他这把金青以后的点杀 是肯定能成功的 但是对方很稳没点 没点对 先清一下宝宝还是刷漫天吗 他可能觉得两边的宝宝的这个特别是 不点的话会连环蛇吗 还是没有 先清宝宝师伯 不过刚刚那条蛇是直接打出了一个一万加的一个伤害啊 这算精彩时刻吗 精彩时刻精彩时刻 双方都有宝宝神佑 你来我往对 你一只我一只啊 这不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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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魔这个这个这个确实是 太意外东西又出意外的东西太多了 哇这这一个大金就就帮忙扛了一下 被遇对7500对 那观战方5号为了四宝宝估计得罚战啊 这一波来说的话 看观战方会不会水清自己的方寸反手催眠掉对面的医术 对面一定会有宝宝反打自己的医术 这种情况下出宝宝的时候 是你最最最最最要去防自己呃被催眠 所以观战方对待方一定会有宝宝去打 去打对面的非半必选 好对待方还是顶着压力来封了 水清湿驼 波兰宝一下蛇 光辉再补一下 对面打了好稳 先先把所有的这些全部状态补满 对 然后再给你打 那这样就有一个问题 就在一个观战方这边吃哇 这个遗忘人家 吓死了对面了吧 这个是地府吧 我没记错 是地府是地府 普多在上面三千繁华 这这应该有了 讲道理应该有了 罗嫂少死 几率可能我相对较低一点 没事没事没事 这是好事这是好事 因为如果说他不被空切的话 他的一个这个恐怖之气可能就上了 可能就打上去了 有点尴尬 没事没事 这个石头伤害确实是现在 很高 这个很正常 其实其实为什么他给罗嫂少死呢 我后来想了一想 你帮他住了一把力 不是他刚刚的那一下 师伯还什么的被反射了一千七 那一千七百血 导致他刚刚直接被罗 连环机连死 我突然想到了这个 其实对待方说真的这一把是控方顺 没有去控自己的 没有控关键方这把输出 这个还是蛮那个的 蛮伤的 其实队友方之前一直都选择 这种女儿村 直接四育生枪来单控这个石头岭 防点的 但是刚刚他没防他 哇 这个 我还好还好 关键方这边的方顺也残血了 对也残血 而且唯一庆幸的是 哇 这个队友方 六千五啊 女盲目 就看我给你看看蛇神不神 还有一只 这只很关键 神不神 神不神 没有 没神 三千加四千二 这把神 这其实这只换魔神的话 对待方 对待方 还是能够很舒服的度过 这这段石头倒下的时间 王梁加上就可以了 没错 但现在 我 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就在于啊 关键方这边这两条蛇 打出来的伤害明显 比紫英城那边的要高 现在要重点就在于这两条蛇 会不会再随机拍出一个高额的伤害 如果拍出来的话 对方真的不好打 对方 下方 下段方两个人物单位残血的 对 女儿村跟这个地府 地府 地府现在头上是没有水 哇又一个8600 这个时候女麻木两个患 怨灵本身来说 哇 初出来本来是想吸收伤害的 但是两次 两次患魔一直没有打他们 只能说光的话这边的运气 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 哇 七千一 这这在随便拿个弓宝宝摸一下 这个这个牛就飞了 那其实 其实这个回合啊 又有一个重点就在于 观战方这边可能会继续进行一波点杀 我觉得对待方 对待方这把可能会点 普陀拉起来 然后直接 直接小属王挂观战方这边的 司陀 反点观战方这边司陀 直接点 因为对待方拿的速度 这个这一点很关键 对待方的物理拿速度了 这点很关键了 就看观战方这边的蹦迪高手 尽不尽轻 我觉得观战方这把应该不会点 他应该要防 让观战方那边的蹦迪高手 尽轻出来 还是要选择 保证自己这边 完成一个防守之后 再反点 我现在拿的优势 我双坏魔成型 你对面那个牛都快残水了 我为什么要去跟你赌呢 对吧 我正常尽轻出来就可以了 对 目的就很简单 我现在有自己自己的一个优势了 对 我先稳住 再慢慢蚕食掉你 啊 没有 没点没点没点 对方罗汉 对 这把是可以点 但是没有点 普陀拉起来带红灯 华杰之西还在抓这个普陀的速度 对 点着催眠 哇 哇 这把来说的话 观战方这边应该是防 算防一把 嗯 防守 点着催眠应该就防了 就看这时候观战方这边 蹦迪高手 尽不尽 没有 没有金 点 清掉一个宝宝 清 先把牛给清掉 我之前很喜欢用这种套路 就是说你知道你拉起来单位点着你吹 嗯 观战方这边这边普陀是呃 人物解掉方寸来点着吹的 先来说干队单方的尸陀这个时候可以为所欲为 因为身上有小死亡 无所畏惧我就开始连换蛇了 我不怕 因为有小死亡在身上你不可能点我 看观战方这把罗汉 蹦迪高手肯定是不敢放出来 太明显了 就看这把罗关战方这边有没有人有罗汉能放出来 嗯 但其实观战方这边现在即使不放罗 不放罗也ok 也ok 对面对面对面换魔是吧 对面没换魔没蛇 对啊 就是相当于也没怨灵 你女拔木 召唤出来的一只宝宝 你这个回合估计也得 如果是一个法宝你也得吃掉它 这个时候对面创洛开始抢 法系速度 对 物理速度也开始抢了 这么抓的 抓的来说的话 对边吃一个大蓝药 普陶的速度就抢过了观战方这边的地府了 啊有罗汉你看 等一下我感觉舒服很多 你看这个时候就是我是那小手我不怕 我连环你不可能点我 哎 司绍迪又来了 这只卡血宝宝很关键 差一点点 直接金钦不放龙翰 这个是正确的 对因为自己对人没有换魔 对方也形成一条换魔 双方换魔目前的数量都是1比1 来看一下下一个回合 我觉得对上方要点过来的可能性会相对较高一点 如果对方不点的话 唯一的操作就是 对方下一波点不了 施驼骑着彩色的那个斗篷 对吧 对点不了 对方点不了 这把来说的话 对面可能如果说牛的CD到了 可能会招致牛出来 现在人物单位身上 这些效果也太多了吧 有时候让人看不清 特别是女麻木 光女麻木的三个buff 我刚以为这个一直是新三药的效果 彩色的东西是吧 对对对 瞎子 这个主要太多了 确实是太多了 对 给到掉方女拔 那边开始抓了 嗯 这没办法 方船分身之后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以主动凝身一下也可以 保重一下自己的一个分泌重率 哇 平A点半天 神上回合才召唤出来的 对 这边场上还是有那种力批的宝宝 对应该是继续拉幻魔的宝宝 但是对待方我没记错的话 宝宝应该是最少死了四字了 哇 这个幻魔死得太快了 太快了 宝宝根本就没办法打 好 再加血 我只见得运气好 他倒下还好是真的 他倒下关南方这边的女拔木可能会防一手点杀 因为对面可以失血之际 然后龟宝宝拉 连换过来 可以 我觉得这手对南方应该要点杀了 这么好的一个点杀机会 他不点吗 这把直接 看女儿会不会水清自己的女拔木 然后点过来 因为对面的地府比关南方这边的方寸快 这把可以考虑水清女拔木点过来 就看关南方这边方寸 会不会顺势而为对面的女拔木 关南方这边的方寸 速度好像还是比较的慢 看对方女儿什么操作 长白纸 这特使有点让人没想到 因为关南方这边地府被封着 我觉得他应该是点不过来 对方想要先 先把王良加上 先把这个伤害加一下 对 在流云给到了自己也普陀 对普陀刚刚一直被抓嘛 催眠 这把你应该如果是艺术女儿水清 可以点过来 但是没有点 哇 这个还是卡一个大金 这边宝宝闪游几率也挺高的 我觉得他这样来说的 龟宝宝拉起 石头石头这手应该是指人 现在关南方这边最大的劣势就在于 对南方最大的劣势就是没有换魔 宝宝其实都是五 都是五开都是五个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一人心一只吗 九千二 九千二 回宝宝拉 宝宝拉直接师伯吗 这么凶残 这是 其实有点危险的啊 那你这个点就放出来了呀 你这个点放出来就是说我就放个点出来我看你敢不敢点物理是吗 这边普陀人物解地府的话是可以点的没没没解那就没点 这边再继续流云抢一下这个物理一速无魂也给到观众方效力 对 这把是属于一个提前的效力啊防止 对方方下一个回合女儿子那把精心配合 哎呦 血量较低触发了保护 这条蛇很灵性 这条蛇 呃 伤害太高了 太高了 对方刚刚两个催眠都没打醒 自己的女拔木宝宝反打自己也没有醒 嗯我觉得此阴城现在的情况不是很乐观 现在我要想观众方这边 下一波自己的方寸 如果说有水清的话或者普陀有水清的话普陀这把看有没有水清有水清的话水清一下师陀 小死亡挂对面的一束女儿强行硬点过去也受过叠出一把漫天 觉得有这个资本去强行硬点对面的女儿 冲的是一定冲的是 就给观众方这边敢不敢点对面的女儿 看一下观众方这边怎么说 方寸失魂然后对面点 我觉得对面的女儿这把来说 如果点对面的女儿这把很难防 对面的普陀这把可能都会立个指人 普陀立指人的话相对来说会 更稳一点吧 对因为普陀一旦被恐怖之气叠个五六成倒的话 那这场比赛就叽叽了 就已经提前决定结束了 拉起来 看观众方普陀怎么操作 破甲 点地府 点地府 指人地府力指人 这把说真的 再把对面的方抓到了 对 对的对的 对的吗 而且我很经历是他普陀没有点可能是 就觉得就是说如果我普陀 普陀点点普陀的话太低端了 我可能就点你手地府 结果对面也是是对吧 那你聪明我也不傻 那我觉得这个连环机之后得看一下女王木 主要是看女王木嘴有灵动 有无魂 还失去了自己 哇 这把点沙跟刺头有关系吗 很恐怖 有关系有关系有关系 毕竟把这个血量打残了 但我们现在要注意一下对方 地府现在身上的一个状态 他这个小死亡是否会有减 现在是五个回合 因为这个回合还没有结束 这个回合结束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跟他的恐怖之境是几成 不是几回合 而是几成 昨天说的时候很多朋友一直在说 那七成啊对不对 那是七回合 七回合 对 成数要看 这样方 回 小死亡再减了再减了 应该是三成 一般来说的话都是三成 运巧就六成 而且观众方这边现在有个很 怎么说呢 相对来说比较有一个小小的优势 就在于他们现在不怕被点 因为你地府倒地了 你再怎么点 我都不会小死亡倒地 我只需要花费一个九转 我就可以把人拉起来 甚至是我人物来拉 就可以站起来 对内方 对内方宝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女麻木 我们看到对内方的女麻木的问题 对不对 一直一直在被轻换魔 一条都没省过 省过一条还是没省过 没省过 没省过啊 一条都没省过呢 这边的宝宝有省有 宝宝有省有 对是换魔 主要我说换魔 主要是换魔 而且现在对内方目前陷入一个 比较被动的一个情况就在于 呃 对面女麻木 她现在没有办法把换魔成型 对 对 她的换魔每次一成型 观众方这边就来了 躺上 场上这种 如无意外的话 现在基本上这些利劈的宝宝 真的是有动机 高敏思会在上面 对 你有蛇的时候 我就利劈拍 没蛇的时候 我就平坎 我就平坎亲你的宝宝 这种宝宝现在很恐怖的 对 在场上 对 湿头的经脉这种加成一加 没错 太恐怖了 来破甲 点湿头 但是段方 已经控不住了观众方前面的湿头 这一把来说观众方这边 狂拳之息 没点 起码假破了 因为观众方自把来说的话 没有水清和精清来说的话 对那方医术现在漏在外面 还是不敢盲目的点 我估计观众方湿头 也应该是平坎穿半天的可能性 高一点吧 没有中毒了 用技能了 师伯亲宝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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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亲女儿的宝宝了 还是想把换魔召开 观众方这边来说的话 看女拔木这一手是 吃一个换魔吗 因为只有单换魔了 拿到优势局的时候 还是要想办法把双换魔弄出来 因为女拔木这个门派怎么说 打顺风局 特别好打 对 打逆风局还行 打逆风局就看魔了 就看魔了 对 就看运气了 观众方这个时候 这把对单方封印观众方 这边的优渣超 选择的还是很聪明 因为他自己的变身 刚刚是上回合 是最后一回合 嗯 三票又没有走 对那方赶紧拿一只雪宝宝出来 好 黄泉之西继续抢一下这个物理的一个 一速的一个情况 分身也已经是给到了 其实如果观众方这边如果把物理的一速再拿到的话 那 那真的是太恐怖了 我觉得观众方这边来说的话 这把变身出来 为所欲为了 嗯 对方 圣变的一个小组 女帮目真的一点都不省自己的宝宝啊 继续拉出这个隐身的狂暴 太逆风了 不敢省 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 呃对单方的地府又迭了一回合 还是四回合 还是四回合 嗯 啊 现在看一下变三回合了 变三回合了 变三回合了 对 上一个回合还是四回合 那他现在这个小组 相当于是有六个回合的一个小组 待会三会变成二 还得等这个回合结束之后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观众方这边 施托领要变身 施托领首先得变身 而且在你变身的这个回合 你的方色还得先控一下对面方 这个回合的一个点下 我觉得你有一个方色 你顺势而为强控对面的施托领 防止对面方女儿村来一把金青 不会对面因为没有地府 没有地府 但是我觉得啊 我觉得你还是 即使你不点杀 你还是得保证这个施托领出手亲宝宝 观众方施托一定要保证变身 我觉得观众方这边考虑一下 先凌制一下对面的普陀 导致对面的普陀不能够拉起地府以后 直接出手 因为刚刚我们可以看到 流云以后对对方的普陀的速度是快过了 快过了对单方的这个地府了 好对面普陀也是一个双灯 抓了啊 凌制过了应该是 应该是凌制过了 我没注意而已 还在抓 凌制过了 他这个时候就是想要把对单方的普陀的速度拿下来 否则他直接可以拉起自己的地府 地府就直接可以出手 来凌制 再凌制 对面双 化魔成型 他没办法了 这个时候不能不能再卡宝宝了 这卡宝宝的话 再稳一稳个一两手 不把观众方这边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宝宝身上的话 观众方这边就要点人了 对而且郭子坚这两个回合其实是很伤的 你刚说什么 你刚说什么 前两个回合还是挺伤的 原因就在于 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施托领 刚刚是最后一个回合的变身的时候被控住 被控住 然后本来想要变身的这个回合也被控住 从而导致已经连续两个回合 输手临时没有输手了 唯一进行的是两个回合都没输手 换来了这个化魔的神佑 对系统安排了一下 大家觉得赚还是不赚 我觉得是赚的 我也觉得赚的 我也觉得赚的 这个来说的话 刚刚紫金城的左边的化魔没有神 这个来说的话 对面方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 对面的宝宝现在神了 自己的宝宝而不神 对不神的话 可能场面上还好控制一点 这个来说的话 场面已经完全控制不住了 轻轻保证普陀能拉人 没有抓这一手 对面的普陀拉起地府 我们看速度应该是慢下来了 对面的地府应该是动不了 果然动不了 反手直接催眠 对面的普陀没中 这两手方冲的催眠没中 太关键了 前面催眠 对面的女儿那回合没中 加这一手催眠普陀没中 还是蛮关键的 这个宝宝野神 乌漏偏逢连夜雨 是这样说的吧 是而且现在我在想到 另外一个点就在于方寸 方寸这两个回合 你的分明中率 相对来说有点低的情况下 你主动凝神一下 我觉得很有重要 至少现在在自己这边 还有那么一点优势的时候 你花费一个回合去主动凝神 其实是很OK的 如果你在后面 你万一果子间陷入被动情况下 你再去凝神 那个时候你整场比赛就很难打了 对 我觉得看方寸这一手会不会催眠对面的医术吧 我觉得他原来还有三回合的分层 下面还有两回合 应该是会继续催眠对面的医术 看一下催眠对面的医术 这种漏出来的东西 感觉对面可能会觉得太简单 不会去保护 觉得你打不出这么低端的低端的局 我偏打一下这种低端的局 看是不是催眠对面医术能够起到效果 看一下观大方这边方寸怎么抉择 紫荫城目前来说相对国子剑的话 紫荫城的运气的确是相对差一点 但同样有个重点就在于 对方方这场比赛是有一个物理的一个医术的 他怎么来利用这个物理医术 进行一些点杀的打法的话 是对方指挥一大重点 点了这把普陀金轻就点了 普陀只要一金轻那应该就点了 他现在就是你说的 他现在物理拿医术了不怕了 对吧 前面因为一直没有拿到医术 现在抓回来了 这把点杀有了应该是有了 来了 三千四开 这应该是倒了 空切 能吗 空切 看关东方这边女王们摊不摊 看一下 我如果这时候再摊对面雪崩 这个转 这个运气很好 真的这把来说的话雪转 简单一点来说 如果对方方这个时候不省 紫荫城直接陷入被动 对 包括他已经很被动了 感觉他室头现在倒地了 现在也还蛮被动了 我觉得这么说吧 对方方这场比赛陷入被动的情况 首先第一 在开场你有医术的你有物理医术情况下 嗯 你不点杀 嗯 反而是果子坚这边先选择点杀 我即使没有医术 我也选择点你 第二 没有用啊 深的感觉 是吧 但至少吸收了一个回合的伤害吧 对对吧 只能再安慰一下自己了 只能再安慰一下自己 然后第二点就在于对方方现在目前呃 应该说之前嗯 他们在有物理医术 风险医术情况下 他都持续不点杀 对有两回合我就在想 我说他一定会点 但他真的 但他都不点 而且观点方这边没有防他的两回合的点杀 没错 嗯 他那两回合不点 可能是只会有别的一些想法 想法 对 用意 对 但我们现在就不确定了啊 也不去做任何的一个猜测 对 但从结果上面来看到 那两回合不点杀 还是很关键的 影响了他整场比赛目前的一个主动性的 对 甚至现在是已经现了一个被动的情况 对对方现在不敢召唤魔了 因为观点方这边我们刚 哇 刚刚看到是四字的利皮啊 嗯 等着他 你只要一戳 好了 啪啪啪啪啪啪 你一次 神一次肯定是不够用的 你必须得神两次 观点方这边 简单一点来说的话 国之间就是 利皮成型 对 你出一只换魔 我就清一只换魔 那你用什么来清我的利皮呢 就是你的尸驼 那你说的你现在怎么样 倒地 被我摁倒在地上 那你就没有能力去清这波利皮 我说的很过分的一句话就是 如果对面一个回合三只利皮宝宝 或者三个避雷宝宝拍一个利皮 没死 嗯 他可能直接下回合 直接给他卡个背玉的大惊有可能 我就保证这波利皮在场上 嗯 你的你的换魔就成型不了了 对 如果运气好 背玉效果出来了 对吧 对 那就稳住了 现在考验的是紫英诚这一边 紫英诚你的地府刚在倒地之后的话 之后 你们的一锁是被抢了 没错 你们现在就应该继续还原之息 把这个一锁给抢回来 对 因为你的石头铃倒地的时候 光临方士兵是抓不了的 你就通过这几个回合 把光临方士兵的石头铃速度先抓回来 后面你可以留一手拉起反点 他不像他不像大唐 大唐要半血以上才可以进行点杀 你这个拉起来你有血 就可以点杀 你就可以点杀 对 前提条件有蓝 蓝量现在肯定是有的 肯定有 26个回合 对 蓝量是肯定有的 这个 这个 呃 观念方这边来说的话 把 拿的优势 觉得是把幻魔拿出来 然后让自己的医术 自己 自己 让观念方这边的医术 控对面 的辅助的愤怒 别让他把罗汉接起来 我觉得就能赢 这时候的重点就是 控罗汉观念方 穿插点杀 对面的医术这一手 我看有没有 我看不到对面有没有指人 应该是没有指人 没有指人的话 可能对面的医术 要省一把 那个指人的 那我们看到 对面方 施头领这个回合 只剩下两个回合的 一个小锁了 看一下观念方这边 有没有守施的一个操作 也看一下对面方 普陀有没有拉起施头 但是 地府这把你可能是点杀了 可能是点杀了吧 普陀是拉起施头了 对 催眠的 催眠 破甲催眠 这把地府 要不是黄泉之息 要不就是小屎王 看观念方施头就知道了 那那黄泉之息 黄泉之息 嗯 呃 哇 反正死了 点了那个死了以后 有那个一滴血 那个一滴血的那个 金脉 嗯 嗯 我已经这边宝宝没神啊 对还还好 还好 在在神话 无敌对面指挥的心态 可能都会出现问题了 其实你尸陀岭被拉起来之后 你 因 呃 尸薄一尸宝宝 但你又倒地的话呢 其实相当于你的普陀 在这个回合是罚战了你敌呀 看一下这个回合 对方还要不要拉起这个尸陀 但你再拉起这个尸陀 我觉得观念方这边 可能会有一个意识流的选择 守你的尸体 正面来说的话 观念方这边 呃 对待方最大好处就是地府被封印的 如果地府不被封印 观念方这边抽出一个 呃 金青出来的话 对面的一输一倒 比赛就结束了 嗯 现在给观念方 造成最大困扰了 不是对面的输出 就对面的一输 现在对待方没办法拉宝宝了 应该是宝宝出的 也七七八八了 一直在出宝宝 他没他没有停过 对 飞了蛇就出 飞了蛇就出 李宝木也出了一个孩子 对 他没办法了 他拉不出蛇了 我来看一下笑里 控制观念方这边的一把愤怒 普陀 我觉得这把可能要点了 点了 人姐 提气 提气的要性 点一输了 这这这对待方一定要防好一输 对待方最大的一个优势点就来一输 失魂 失魂 我觉得这把点没有中小屎王点死了就很亏 就很难受 不用中小屎王 好慌 好慌 这个大屎王 失魂咒2800 这个牛车的抗性也可以了 对 而且叠出一把漫天的一个仕途 我觉得有是有可能有的 现在的女儿一般像她们这种毫无女儿 15000的雪打底了 看一下 思学之际了 2000 弹个假没死 两千两千就不一定能死了啊 我觉得小属玩挂中应该死了 加了百分之十 加了百分之十吧 嗯 我们来看一下后续宝宝有跟吗 跟了一只2658 隐藏了很久的一只宝宝吧 就是那只利皮组 可能是因为有失魂 再加上 再加上 再加上那个啊 获得一个那个筋脉 被被这个宝宝打断了一下 打断了 拍了个10,280 这个吓到了一下 算算精彩四个吗 算算算算算 大运龄也算吗 算 打什么都算 呵呵呵 只要在我们这个直播屏幕里面出现的一万就算 啊 但重点就在于 这把点杀其实 没有中小属王是吧 没有中小属王 对子音声来说是个好事 对对 至少我没中小属王倒地 万一我中小属王 你的那个什么怨不知情 你还能 对子音声来说是个好事 给我疊 小属王回合树 那对面就更难打了 对 连控制关键方输出的人都没有 我觉得最单方 我觉得最单方如果想要赢的话 这个宝宝得得向关键方这边省一波 对多省一下 这这这必须得省一波 一个不行 必须要省一波 跟我们开场预判的差不多 对对对对 就看这场比赛谁的宝宝神佑得多 因为你双方都是上尸所领的情况下 轻宝宝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那么在高效率的轻宝宝情况当中 谁的宝宝能神 对那一边就会有宝宝的一个优势 那关键方这边 其实这个宝宝优势就很明显了 神佑的几率也比子音声那边多 而对单方拉的不管是龙龟的卡靴虫 只要你不拉物理宝宝 你出来以后 这边关键方三只利皮四只利皮等着你的 对 你只为拿物理的宝宝 可能我平A你 只要你拿什么血宝宝 孩子啊 什么顺势虚迷顺法虚迷 那你就送的 而且 哇来了 吴字经小死亡 这把关键方这边 护点 他这把 他这把是不想让对单方的地府人无魂 他这把就是不想让对面的地府人无魂 所以吴字经对面的地府 结果对面给他吃把小死亡 这把我觉得 应该是 呃 对单方的尸陀可能要倒 但是小死呃 关键方这边应该是倒不了 就一个单死血之际 也有点怕怕的 还是有点怕怕的 还是有点怕怕的 对 因为关键方这边没灵动没罗汉 万一 出个暴击 出个暴击 那就很恐怖了 不 不 现在就要万一出个精彩时刻 啊 那现在要看一下对方方怎么想了 施多领中了一个尸魂倒在的地上 也是没有中小死亡 哇 靠 这种 等等 但是 好 现在 你 我就想要 我 就称了一点 有点早 有点早 不知道你怎么觉得 我觉得是有点早的 我觉得他还可以 再破血一把再换 他这马肯定是有 继续有一个破血的愤怒的 脚下打他塔 上回头死了 掉了7000多滴血 这马输出的话 应该是破血 不会去变身 继续破血 把对方的孩子破掉 封印住了 这个观战方这边的方寸 今天方寸 该是翻身 还是催眠对面医术 催眠的普陀 没有催眠对面医术 哇3000可以 这机会来了吗 这机会来了吗 是说领变身 还给他卡了一个 黑云林高 回速度 对 那国子剑这边 从开场地府 一直默默耕耘的 黄泉窒息 抓对面的 石头领的速度 就算了 在这个时候已经绽放了 对 好 下次先亲对面的孩子 关战方这边来说的话 雪宝宝被打掉了 看地府怎么出宝宝吧 这把尸陀可能会 继续师伯呢 我们还是看点杀 顿带方先师伯出来 身上顶着一个尾幅之形 反时的buff 想控关战方这边的地府 不想要挂小鼠王 没有点着 没有点着关战方这边的 这个尸陀封印 看一下全部吹进去吗 继续破血 有变身的一个破血 伤害要提升很高的 直接破血带倒 看关战方这边的女娃木 怎么说 嗜血之间 这么稳吗 我关战方这边太稳了 每一次眼下都是 嗜血之间 对 其实可以看到 对战方没有拿出这种 雪宝宝的话 考虑一下 就是说取秒 是吧 或者说是知火流利也好 这样来说 看关战方这边怎么选择 亲一下对战方的孩子吗 这边来说的话 就是你所说 如果对战方师托一导体 没有有效的手段 来亲关战方这边的幻魔 而且现在目前这个局面的话 嗯 关战方这边 我们看一下 他有三个 空出来的位置 宝宝的一个位置 你觉得地府这把会出宝宝是吧 啊 先出宝宝 慢一点 这出的 要不 哇 这主动换宝宝 你觉得是什么宝宝 我觉得是历魄 高连吗 嗯 我说不上来 我觉得 因为现在场面上观战方没有一只雪宝宝 然后 顺势迅米应该是 哇 可以顺势迅米应该是不太可能 这是是不是高连历魄还是力匹 因为刚刚是力匹没有来了吗 嗯 如果说观战方这边打的近一点的话 他换一个力破宝宝是ok的 主要看观战方这边现在怎么选择 因为比赛 其实说实话 进行到了46分钟 双方的一个药品还是充足的 对 要打到一个小时到一个小时15分钟 那个时间段 就开始会谨慎吃药 现在的话双方就是有药 肯定是有药直接吃 不会省的 现在看观战方这边说拿的优势以后 继续招牛吗 这因为观战方这边肯定有牛的那个 化身的那个CD了 能招出一只 前提是必须把对面的这些高伤力 力匹宝宝清掉 灵动刷起来增加一下 这个招牛的伤害吗 看观战方这边地府 幽名鬼眼打开 分身 你这把幽名鬼眼开是什么意思 开幽名是什么意思 不可能是为了抗风 女儿的三票对幽名鬼眼没有用 亲对面的这个女儿的宝宝 我有去亲刚刚那只伤害很高的一号位 我觉得我一起这回就扛小死亡了 有道理 应该 我可以这样理解 我觉得用来就防小死亡了 对面宝宝开始神了 大死亡套的三号位宝宝 这只也是丽皮丑 刚刚一号宝宝好像是合击出来了 看观战方这边师陀这一回合怎么来操作 因为对面来说的话 女儿身上有一个护盾的药性 然后还有一个 长神的药性 然后还有一个盾 看观战方这边可能不会去冒险点女儿 如果这一手观战方能够把对面的普陀偷成功 就是观战方这边优势就算 分水岭的一个优势去出来了 而且我们其实在过了这么多个回合之后 我们来看到 对正方紫星城的小祖物 噢 石头林的小祖物还有三个回合 水清就让让他把换魔招出来 嗯 来主动的一把铃神 观战方这边石头林还是会选择 施脖青宝宝的 嗯 这一把呃呃 石头岭还有三回合 博一下下回合 如果说能够 呃能够那个拉起自己石头的话 应该是金星来拉 其实我觉得观太方 要不要先考虑吧 方寸的 我觉得观太方 这边应该是想 对面的女儿 中小死亡倒地以后 马上流云自己的方寸 让自己的方寸 抢过对面普陀的速度 一直使控对面普陀 但是对面的女儿不倒 观太方这边 不会流云自己的方寸 但对上方 我再想一个问题 对上方一速选择 拖了一把九 金星拉斯陀 金星拉斯陀反点吗 反点要点就 肯定点这个尸陀 对 不点这个尸陀 你后续拉出来的宝宝 依然会被清得很快 再不点真没了 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 观太方尸陀速度快 速度快 他可以先起个指缘 不是我觉得 你是觉得他直接压过去吗 对 我直接压过去 我飞过去 或者我直接点你 就把我直接点你 对单方的这个法系 这把金星是 世代B型的一把法系 来看一下 无法 没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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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代B型 速度已经是快过了对单方的普陀 但是由于已经清掉了 抗了百分之五十的封印 哇 又一个一万一 神又 紫荆城的宝宝也会神了 石头 这把乌环是OK的 不OK啊 这要伤害更高了 两把半天了 但这个没办法 都没办法 确实没办法 你不这么打的话 对面是说你可能还得继续导定呢 嗯 对方是说应该又倒了吧 哎没有 我以为他会这种反正 一滴血那个技能 啊 也没有点子 他来进行一个奇妙 主要就是观团方 这边拿的速度全拿 法系速度也拿 物理速度也拿 这样来说的话 对面想进行一波这种强势点杀 不太容易点过来 啊 守住了 有宝宝来 高连离破 是个这个无号位的宝宝 对是高连离破 刚刚我们就一直在说这个宝宝 嗯 我觉得观团方这边可以先飞一波 来换宝宝 现在主要就是说对面的女儿这个问题 这把对面方还是要考虑拿一个宝宝来反打自己女儿 因为这把方寸催眠你女儿的几率很大 知道你这把女儿是有几率拿宝宝出来的 场面上宝宝太少了 这是最好拿一个宝宝反打一下对面的女儿 看一下对方方怎么选择吧 女儿村你这个回合 拉宝宝吧 我觉得他再不拉 再不拉感觉扛不住了 我觉得几个指人都可以 有对吧 观团方都会点 观团方这边可能会点 他应该是不会 先出宝宝 因为观团方这边普陀 没有没有精心的把愤怒来说的 还是要防一把对单方封过来 哦 真点了 太真了宝宝 催眠普陀 催眠普陀 灵神没吹中 这把如果对面的女儿 如果一旦倒了 比赛就结束了 这边就很难打了 对 宝宝只能 首先第一 化魔没有跟到这个伤害 不用想 Boss 小属云增加了10%的伤害 10%的伤害 而且他还刚刚 上一回才刷亡 第二层的一个漫天套 而且 而且观团方这边 你发现没有 他点伤很稳 他不瘫 他不是说点伤去取秒 基本上都是嗜血之计 对 嗜血之计打过去 他不瘫一点都不瘫 这样来说看 女儿是几 几层的一个 嗜血之计的 那个恐怖之气了 对 我就说这个回忆应该起个纸人的 这个回忆真的要防一波 我以为他会防一个 这是自己的反打的 因为这把点杀太 有一点明显 所以对面可能会直接出宝宝 但是我是觉得 虽然说 点杀的意图比较明显 但由于我的一个 施托琳在两层的漫天套之后 以及女麻木的事业之计 而且一个女麻木 还有一个王梁 对吧 而且他的伤害其实已经溢出了 所以我不管你这个回忆地防不防 你要怎么防才能防得住呢 四只宝宝来保护他 四只宝宝来保护 没有没有他刚才只有两只宝宝 对 所有的意思就是你要么四只宝宝来保护 但你四只宝宝也是只能赌一把 因为这个女麻木万一他爆一下 你还是得死 上一回忆你唯一办法就是 只能加四只宝宝来贴 或者三只宝宝贴 一个宝卡跟大金 而且那只宝宝还有 比关能方这边女麻木的速度要快 基本上是超难的事情 对 他会不会觉得 反正我保不了 我就不立志 先出个宝宝出来 对吧 稳一稳 除 除非是对单方 再打得更恐怖一点的话 就是直接用 施托领来向行 控关能方这边的女麻 这样再来防应手 我觉得对单方没有宝宝 没有必要去拿宝宝反打自己普陀了 因为关能方方寸比你速度快 我没有必要去 没有必要去催眠你 我可能撕心你撕魂你就可以了 但反打是没有必要的 除非来说的话 知道你愤怒够 我催眠你 不让你放大特技 没错 这把来说的话 如果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女儿对单方最难 最让关能方难受的一点 女儿一倒 那比赛就很舒服了 关能方这边就特别的舒服 现在关能方这边 我们想想啊 施托领施托领施托领方 倒地人物单位的宝宝 然后剩下的单位 女伯母 跟那个小小 跟地府 挂小死亡 落魄 一点机会都不留 真是 真是一点机会都不留 这把点杀我们来看 对单方的师托 这把没有点死 看后面的宝宝的一个跟进情况 这把没有点死 看后面的宝宝的一个跟进情况 如果三只宝宝都没跟的话 那那真的 我觉得对单方可以放弃了 一只没跟 四号位的背心掉 五号位的归宿高龄 两只没跟 没了 越岭出手了 这 这稍微摸一下吧 对面的女儿 没有 关能方这边普陀一束 抓都抓不了 看是关能方这边普陀一束吧 应该是关能方普陀一束 而且这个时候 点关能方这种女麻木 我觉得意义也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女麻木本身的一个门派被动 效果就很好 对单方这一把直接放 这个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博弈 知道 知道对吧 你关能方这边 你对单方有一束 我不去抓你 知道你要顶大金 是吧 结果对关能方这边直接笑你一把 把你的罗汉笑掉 还原还刚刚拉起了师托 这种拉师托没有意义的 关能方这边 刚你说那次高龄力破 太凶了 这只宝宝只要一天不被清掉 他就一直 那只宝宝现在只有一个操作 就点着你 收拖领的尸体 对 动不动五千多五千多拍 太凶了 他这个时候拉不起来的 这边只要五号位宝宝 就守对面的 这个是 这个是 是 是 你的尸体 对 完全 完全扛不住 没了 就这样的 对 这个宝宝不会有其他任何的操作 他拉出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想好了这只宝宝的目的 对 主动换的宝宝 对 主动换的宝宝 肯定有问题 对 主动换的宝宝 他首先第一点 郭宇天这边的思路很明确 对 我们后续要干嘛呢 我们这 这一波宝宝 最怕的是什么 怕对面的尸托领站起来 那怎么控对面的尸托领呢 就拿这只高龄力破 高龄力破的 龟宿宝宝 一直点着你尸托领的尸体在打 现在对战方唯一可以做的 拿一个龟宿孩子出来 我觉得龟宿 观战方这一波 方纯无至今把对面的普陀点了 或者普陀无至今把对面的普陀 这把普陀无至今对面的地府 哦 直接换 直接换 这把 这把对战方的普陀 对战方普陀力指人的几率很大 就看观战方这边 方纯会不会无至今他把他点了 对战方普陀一倒就结束了 小屎王点的是女拔木 先点女拔木 嗯 十星在给到地府 人啦 无至今都不讲无至今 相行吗 相行 我觉得有相行来说的话 还不一定能活 哇 这两条蛇 这个搭配combo 对战方直接要崩 这 尸魂 小屎王 三两把漫天 扛不住 尸魄还不相行 还不相行 就是放弃了我觉得 这个嗜血 不是嗜血之计 先召唤 我想说他会不会一个群妙 你知道吗 他有没有 他算好了血量的 他算好了血量 知道对面的血量不多 而且有失魂的话 关战方就是就是 你说的那个方寸 起了把铃神 主动起了把铃神以后 风韵太高了 这个效果就来了 嗯 这个就是国止剑在有优势的情况下 如何继续扩大自身的优势 就是把自己的风韵命重力提高一点啊 把自己的这个鬼眼加一下 能够抵抗一下对战方的小屎王的反点杀呀 做好这些准备从而拿下张比赛 这是国止剑的套路 国有剑其实一开始张比赛 他们是没有物理移速的优势的 是在地府持续了四到五个回合 环旋之息抓之后才拿到的 我 啊 这个紫禁神好可惜啊 好可惜非常可惜 开场没有选择点一下 导致的 对 哇这个16000 前前期来说的话 他他他的人被点了 没有中小屎王以后 拉起来可以点亮两回合 关战方根本就没有防 嗯 他也不点 他也不点 这两边都是跟商量好似的 我你不你不点我就不防 紫禁神应该一开始就要选择点 对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觉得 对手是国止剑 打稳一点开场 但是我跟你说 国止剑的指挥确实防点杀很厉害 很厉害 对这这点不说 啊 该说确实防很厉害 经常 175最喜欢摁防御的指挥 哈哈哈 真的是 我见过有一场他打 他打姑叔连续大堂摁了三把防御 啊 我对面直接懵了 真的敢摁啊 而且现在关战方这边目前有一个重点就在于他们整个 团队 呃 给我们那种感觉啊 思路很清晰 对 执行力很到位 尤其是5号位那只 高连利异波的宝宝 我叫你换他说什么 我有宝宝我 换 换 就什么简单的 粗暴的啊 好的那张比赛的话 首先是 恭喜国子健 对啊 对啊